澳大利亚岌岌岌可危 乌合之众一马当先 面对兵临城下的日军 到底有无退敌良方 战争初期 日军占据优势 怪异之举成为战争胜负手 本已战尽优势的日军 为何突然失去理智 日军战略全部失败 美国最终坐手大礼 日本最终的实力 是否真的无法避免 所以一两千人 对付万人的盟军部队 你当然会遭受大败 新几内亚战场成为日军 跨不过的鸿沟 一场看上去规模不大的战役 为何成为了太平洋战场上的 最大转折点 本期沙场为您讲述 美军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 一场显为人知的惨烈战役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被遗忘的战争转折点 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本期沙场 提起二战的太平洋战争 想必定是金钱的观众朋友 无一例外会想到 惨烈的硫磺岛战役 以及被称为转折点的中途岛海战 不过据现在的历史学家分析 太平洋战场真正的转折点 并非是中途岛 而是新几内亚的科科达 在这场新几内亚之战当中 日军先后倾注了 二十万左右的兵力 最终有百分之九十 都成为了盟军士兵的刀下王 而这场战役 也一举改变了 整个太平洋战场的局势 那么神秘的新几内亚战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 被外界戏称为 巧克力士兵的澳大利亚民兵 又在这场战役当中 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这场看似悬殊的较量 又为何令日军精锐 频频奔赴死亡之约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942年7月 巴伯亚新几内亚 科科达悬崖峭壁的顶端 77名澳大利亚的年轻士兵 紧握着手中的步枪 警惕地盯着山下随时可能出现的日军部队 他们的任务 是保护科科达村 及其机场 此时茂密的丛林中 除了士兵们的呼吸声之外 静得出奇 直到一声 骇人的惨叫划破天际 前一段危机四伏的寂静 才显现出猙獰的面容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山下的日军仿佛在转瞬之间 就冲到了眼前 山上的守军在枪声中 一个接一个倒架 直到指挥官怒吼着 让士兵们立即准备刺刀和手榴弹 77名澳军才从刚才的震惊中 晃过神了 疯了一样的 迅速朝山下开火 一名绰号为黑烟的士兵 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 不知为什么 眼前血雨腥风 竟然让他的脑中 突然闪现出了整个队伍 出发前的场景 那是五个多月前的一个早晨 黑烟所在的澳军第39民兵营 接到了防守巴巴亚新吉内亚的任务 帐篷中的六个人都为此欢呼雀跃 因此下达命令的军官 告诉他们想带什么就带什么 而此前 这支队伍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 他们中很多人还不到21岁 甚至在澳大利亚武装部队的眼中 这些人不过是些完全不堪一击的巧克力士兵 而出发前 这些民兵也的确不负众望的 背上了与战场毫无关系的 网球拍和乐器 他们以为 自己要去的新吉内亚海滩上 将会有跳着草群舞的波利尼西亚女孩 实际上 科科达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 当时也只是派出了70个民兵助手在那 但是相反 日本对这个地方却非常的重视 夏老师在您看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科科达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简易的机场 我们说在这个深山脑林里面 有一个机场 那可了不到了 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这种后级啊 帮贝啊这些东西 那么对丛林站的这些部队来说 都是这种可以解燃眉至极的 所以谁控制了这个机场 谁就能在丛林站中就站得先机 当时日本民就派了先前部队 大约一两千的这样的精锐部队 去攻占 科科达 那为什么澳大利亚人 去派兵去把守 要守住科科达 但是布莱恩觉得 日本兵再傻也不会傻到翻页 奥文斯坦林这个山脉 因为这个山脉太难走了 没有路 即使你穿椅下来 就是不遇着人 不遇着这个对方的士兵 你如果走下来 你得拖一层皮 要大量的检员 所以他只派了七十多个人 去守这个科科达机场 所以我们说 日军应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这背后还隐藏了更大的目标 但是就在已经逼近的这个日军面前 澳大利亚却显得有些无动于衷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通过短片 我们去看一下 正儿欲聋的枪击声 陡然将驻守的澳大利亚士兵 拉回了现实 日军九百名精锐士兵 仗着巨大的人数优势 源源不断地朝山顶冲锋 就在此时 澳军指挥官欧文上校 被一发子弹击中了头部 这对于第三十九民兵营的士兵来说 是个不小的打击 势单力孤的他们 只能选择鞭打鞭撤 两日的击战过后 日军攻下了 由77名澳军防守的 科科达飞机跑道 当澳军突出的表现 却令日军原本不到八十人的守军 错误的估计为一千二百人 这一相差十五倍的估计 让日军在后来的行动中 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不过即便澳大利亚士兵凭借地形优势 让日军付出了惨痛代价 并且让其做出了错误判断 但驻守在这里的仅仅只有第三十九步兵营 他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被人蔑视为巧克力部队 战斗力很低 更为艰难的是 在科科达小径战役打响之后 这支部队可以说是孤军奋战 只有同为难兄难弟的第214民兵营赶来增加 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 澳大利亚守军可谓是朝不保夕 我们看到这个由七神组成的 澳大利亚第39民兵营 被澳大利亚本土的武装部队 称之为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巧克力士兵 可是我们想知道的是 面对即将到来的日本的精锐部队 澳大利亚为什么会派出 这样的一支部队前去迎战 因为当时澳大利亚在本土 已经没有多少精锐部队可派的 我们刚才说了 麦卡瑟其实非常重视 摩尔兹比的战略地位 所以他有要求澳大利亚方面 去增加这个方向的防御力量 但是当时澳大利亚要增援 第一是你要新组建部队 但是组建部队 他形成战斗力需要一个周期 另外他手上没有多少部队 除了一些民兵营之外 其他的精锐部队都派到了哪个方向 都派到了缅甸和中东方向 因为澳大利亚是英联邦的成员之一 他在战略上要服从服务于英国的战略 当时澳大利亚也觉得我这样做不划算 我都把我自己的子弟们拿回来 所以就和英国谈判 当时几经交涉 这个盟军最后也同意 说让澳大利亚的精锐部队 也就是第七师回国 但这个时候他们还在这个路头之中 远水解不了尽渴 所以在这个时候 澳大利亚他不是说不想派 而是没有多少精锐的力量可以派的 另外我们发现了 尽管当时澳大利亚并没有派自己的主力部队 前往这个地区 但是从日军的角度 他们并没有丝毫的松懈 那难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因为这个是日本按照原计划来行进 因为这是日本的原计划 而日本就是要派一支将近一万多人的精锐部队 通过格格达直扑莫尔子比 同时他也不知道澳大利亚方向 只派了77个所谓的巧克力部队 来驻守格格达 他根本没有料到 因为我们知道 欧文斯坦米这个山脉 它道路非常崎岖 它是一个无人区 基本上是个无人区 是一个丛林地带 那么对于进攻者一方来说 日本人他又没有向导来 这个熟悉这个地形 没有向导来带队 他只不过是靠一些自己的经验 虽然他的一些市民 都是从缅甸运过来的 都是一些丛林战的老手 但是地境的这个地形不熟悉 再加上他要攻打澳大利亚部队 设好的这种攻势 所以难度就相对来说就很大了 尽管这里都是所谓的巧克力士兵 但是由于地理方面的优势 确实也让当时的日军精锐部队吃尽了苦头 但是我们注意到即便是面对强大的日本精锐部队的攻势 但是澳大利亚方面却没有派援兵过来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继续往下看 1942年8月初 潮湿的天气以及不期而至的雨水 令澳军第39民兵营有些不堪重负 派出去的先遣队 已经在与日军的第一轮交火中被打得七零八落 身后传来的枪响 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他们同伴的遭遇 无论怎样小心隐藏 总有后方的士兵遭到日军的伏击 土黄色的军装让澳军在丛林中愤败显眼 一个不留神 鲜活的生命就沦为丛林中的一栋靶心 被日军轻松击毙 然而战场的惨状却并没有引起澳军指挥官 布莱梅将军的注意 他似乎还没有从科科达陷落的震惊中缓过神了 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日军真正的进攻意图 此时的澳军指挥官将全部的精力 放在了修建新几内亚的公路上 并在从莫尔斯比港到科科达修路的提议被否决之后 致力于从米尔恩湾修一条直通布纳的公路 面对科科达的战况 他也心有余而利益不足 至此 科科达守军彻底成为了没人要的孩子 尽管新任指挥官拉尔夫霍纳中校已经到任 并且带来了援军将至的消息 但严重缺乏休息和食物的士兵们已经是筋疲力尽 而身后的号角声仍不断响起鞭挞着他们加入战斗或者急速前进 咬牙坚持的士兵们急切的希望攀上茂密的一所拉瓦丛林之后 能与援军一道杀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我们看到这个第39民兵营啊 尽管人数比较少 但是总体上打得还算不错 可是我们注意到 尽管人数这么少还是个民兵营 但是澳大利亚方面并没有派兵来援助 这个怎么去理解 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首先我们要称赞这个澳大利亚39民兵营 打得确实非常的勇敢 我们说日本兵呢 在当时已经打出了这个赫赫的身 总认为日本人这个打仗非常勇敢 但是在这次战斗中 澳大利亚人一点不逊色日本兵 作战非常勇敢 所以当这个战事非常焦急的时候 就觉得可以看我自己抵不住啊 就撤出了科科大机场 然后日本兵就站在了科大机场 站在机场之后 我要反攻啊夺回来 但夺回来自己手中兵力不够 就打电话向指挥部球员 那指挥部马上就把他们的营长欧文 派过来 派过来之后欧文率领部队一打 一看也不行啊 又要求增援两个连 其实兵力应该说要求的不多 但这个时候 澳大利亚方向已经没有多少部队可派了 所以使得他的兵力就拨进建筑 使得在当时战斗的初期 澳大利亚方面的这个兵力是非常的弱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 澳大利亚没有办法重兵去前往这个地区进行支援 那么这似乎也是给日本一个可乘之机 随后呢他们开始大量的集结兵力 向第39民兵营的营地开始进发 1942年8月26日 已经等候多时的澳大利亚守军显得极为不耐烦 坚守数天之久的第39民兵营 正艰难地把守着伊索拉瓦上岸 而计划当中的援军迟迟不能赶到 想要打赢这场战斗已经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尽可能给日军带来麻烦 守军誓死抵抗却希望渺茫 援军蓄势待发却空等一场 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到底还暗藏何种危机 日本的指挥官呢就亲敌了 我五个人打的一个人 五比一的这个优势兵力 我怎么打都很赢呢 所以就采取了非常简单的这种战术 澳军撤退虽反流容 日军小胜伤亡惨重 冲出茅庐的澳大利亚民兵 为何会令日军方寸打乱 澳大利亚民在防御上做得比较好 修了非常坚固的攻势 日本兵呢在正面冲锋 达不到什么好笑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澳大利亚极其可危 乌合之众一马当先 面对兵临城下的日军 到底有无退敌两方 战争初期日军占据优势 怪异之举成为战争胜负手 本已战尽优势的日军 为何突然失去理智 如果我拿下了瓜岛 我再来打沃尔茨比 也不迟 所以他就命令 进攻沃尔茨比的日本人 就撤回来 但是最终两头都没有落 日军战略全部失败 美国最终坐手大礼 日本最终的实力 是否真的无法避免 沙场推出被遗忘的战争转折点 正在播出 眼前的一切 对于澳军来说 绝对是一场灾难 第39民兵营被困在丛林当中 急需救援 而对这些士兵来说 更加可怕的是 日军的援兵却开始向科科塔进发 他们全副武装 并且补给充足 下定决心 一定要拿下这支 已经不堪一击的 澳大利亚军队 8月26日早上 日军指挥官及其率领的南海支队 抵达了伊索拉瓦山脚 试图继续增援科科塔 并希望在五天内 拿下莫尔兹比港 并夺取所有物资 很快 日军的主力部队便开始沿着峡谷 静止朝第39营和第214营挺进 与此同时 还有两支日军分队 分别向东西两侧进发 企图包围澳大利亚军队 日军指挥官认为 他这招引蛇出动 一定能够一招致敌 好在此时 进退两难的澳大利亚武装部队 早就拿到了加急的物资供应 加紧赶路的他们 原本以为第39营已经完蛋了 但抵达山腰的他们惊讶地发现 一度被他们蔑视的澳军士兵 仍在顽强抵抗着日军的攻势 39营和214营两支部队迅速融为一体 他们不分彼此 在防空好里随时准备迎战日军 此时 澳大利亚士兵共有1700名兵力 而日军有6000兵力 但是澳军占据着制高点 他们汹涌成竹 可遗憾的是 由于人数上的巨大差异 令澳军指挥官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派出去的分队至今仍没有消息 最后的阵地随时面临着失守的危险 虽然澳军仍然没有放弃 他们装上磁刀 开始和冲到面前的日军 展开殊死肉搏 但士兵的伤亡人数与日俱增 最终到了8月30日 面对巨大的伤亡 澳军指挥官无奈之下 只得下令撤退 科科达正式沦陷 但是日军尽管赢得了胜利 却付出了伤亡约500人的代价 而令人惊奇的是 澳军的伤亡人数 仅是日军的一半 最终呢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军队呢 还是失守了 但是从这个伤亡人数来看 这个澳大利亚军方的伤亡人数 是远远低于日本军的 刚才我们说了 这是一个力量 对比非常悬殊的一场战斗了 在战争史当中 类似的情况也不多见 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那么在这次战斗中 澳大利亚的军队打得非常好 虽然他没有守住科科达 但是在随后的防御战中 且战且退 应该说极大的消耗了 日本的这个兵力 之所以会这样 第一是澳大利亚人 在这个防御上面做得比较好 修了非常坚固的这个攻势 日本兵呢在正面冲锋啊 达不到什么好的效果 其次啊 都是当时澳大利亚军队 他熟悉地形 打不了就转移就跑 所以他能够保证自己的有势力量 而日本人呢 上网之所以这么大 和他的战术有关 当时日本的兵力 对澳大利亚军的兵力是5比1 所以日本的指挥官呢 就轻敌了 我5个人打了一个人 5比1的这个优势兵力 我怎么打都能赢呢 所以就采取了非常简单的这种战术 什么战术 就是正面攻击 正面攻击不行 再次侧面攻击 所以澳大利亚指挥官一看 这个太傻了吧 太呆板了 所以就对日本的这个进攻啊 就进行了非常有效的这种防御 后来日本兵在吃了这个亏以后 上网增加了之后 才改变了这个战术 所以呢 在此一当中我们看到 澳洲的民兵营 其实表现也不容小觑 那么就在此时 原本处在优势的日军 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又让澳大利亚军队搬回了一区 在南海支队沿科科达小道进击澳军的同时 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打起了海上进攻的算法 他们企图在米尔恩湾的拉比登陆 占领那里的机场 在他们看来 米尔恩湾的拉比守军只有两到三个连 以及二三十架飞机应该不足为惧 因此他们催促 第八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 由海上单独进攻 同时 自布纳出发的佐世堡 第五海军陆战队的350人 也将成机动舟艇 在拉比以北登陆 配合进攻 但此时的美奥空军早已经寿命起飞 8月24日中午 自布纳出发的日军编队 在盟军数十架P40战斗机的袭击下 舟体全毁 被迫终止了行动 而在拉比登陆的第八舰队 尽管赶到了滩头 但却在奥军的空袭之下 失去了大部分机养 尽管如此 日军还是在27日晚间 在仅有的两辆95式轻型坦克的掩护下 发起了进攻 将缺少反坦克武器的奥军 逼退至机场 此时日军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 直到自己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火力包围 早已守候多时的奥军第709空降防空营 和第43公兵营的12.7毫米机枪 和37毫米反坦克炮 将处在机场跑道开阔地带的日军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撤回丛林的日军 原本想等视野时海军大佐指挥的 770名援军抵达之后 再度发起进攻 但是澳美守军的顽强抵抗 却没有让他们占到半点便宜 在丢下160具尸体之后 这些日军不得不匆匆地撤回了海滩 此时我们看到克克达方向并没有结束 那么日军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 就是让他们的海军孤军冒进 最终导致了惨败 怎么去分析这样的一场战斗 日本的舰队在米尔恩湾的拉比这个方向登陆 是它的原定的作战方案 是它计划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它是两翼齐飞 这种前行攻势攻占穆尔茨比 但是这个日本舰队的计划 在米尔恩湾登陆中是遭到了失败 为什么呢 本来它应该是搭载日本的陆军 也就是青木支队来进行登陆 但是青木支队在寡岛战役中 给绊住了 脱不开身 但是按时间点 战役的时间点 以后必须要登陆 这个时候日本海警说我等不及了 那我自己来搞 同时他们的情报也有 他们认为在米尔恩湾的拉比方向 盟军的部队防守兵力不足 没有多少人这个地方防守空虚的 所以他就派了一两千人去登陆 但是没想到 麦卡斯早就通过情报去到 获知日本人要在米尔恩湾登陆 早在这个地方布下了重兵 他比你达到近万人 所以你两千人对付万人的盟军部队 你当然会遭受大败 所以我们看到日军为自己的盲目自信 应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而此时从另外一个战场上 又传来了一个噩耗 应该说让日军的自信心 跌入了谷底 在科科达小径战役实施数月之后 1942年8月7日 美日两国在瓜达尔卡纳尔和周围的岛屿 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夺岛战役 双方在海上陆地空中 展开了空前的争夺 军损耗了大量战舰飞机 但随着战役的进行 这些后继无力的日军 开始呈现颓败之势 美军在瓜岛的争夺战中 开始占据优势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 日军开始从周围的战场上调击兵力 而距离较近的科科达战场 成为了首选 11月16日 未晚回败局 日军大本营改组了东南方向的 陆军指挥系统 成立以金村军中将为司令官的 第八方面军 下辖百五情级中将的 第十七军和安达二十三中将的 第十八军 前者负责瓜岛作战 后者的任务是确保 布纳 莱城等坚固据点 在新济南亚 做持久作战的准备 但让日军没有想到的是 双线作战并没有挽回败局 而是加快了最终战败的脚步 在瓜岛 负责支援的第十七军 面对强大的美国海陆军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而安达二十三中将的第十八军 在布纳等地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虽然据点还在日军手中 但由于调走了大量的海空军兵力 新几内亚战场的天平 开始向美澳联军方向轻转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当时 瓜岛战役的糟糕局面 那么使得日军进攻 莫尔兹比这个地方当时是兵力不足 可是我们说 日军毕竟是一个战役的发起方 为什么自己不坚持 反而派兵去援助瓜岛那方面 瓜岛战役啊 谁都输不起 谁输了瓜岛 谁就可能丢掉整个南太平洋的控制权 所以美日双方在这个地方大打出手 而在瓜岛战役中 日本越来越战下方 这个时候对日本人就要有一个取舍 我们知道瓜岛战役和这个莫尔兹比战役 都是由日本陆军第17的战役来打的 就是他一个计算金呢 要打两个方向 既要打瓜岛战役 要打莫尔兹比战役 对司令官白武勤其来说 他必须要有取舍 你想打一两场战役 同时打一两场战役 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要保一个 那么谁中谁亲 他手中就要掂量掂量 他一掂量 那么瓜岛肯定要比莫尔兹比较重要 因为如果丢到了瓜岛 你拿下莫尔兹比 莫尔兹比也没用 你还得撤 如果我拿下了瓜岛 我再来打莫尔兹比 也不迟 所以他就命令 进攻莫尔兹比的 这个日本人就撤回来 放弃莫尔兹比战役 把他的主要的心力 放在瓜岛上面 但是最终两头都不落好 所以当时日本是非常焦灼 自顾不暇的状态 而且我们说 正是随着战争的深入 日本最终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 当科科达小径战役已产生收尾 南侧米尔恩湾开辟第二条战线 最终攻败垂城 原本自命不凡的日本军方 面对如此境况 也不得不做出挑战 从进攻转为防御 试图利用最后的据点 进行混手之动 但梅奥联军 却不给日本人任何机会 大军已经逼近老巢 日军计划看似天衣无缝 却是漏洞百出 难以预料的结局 为何突现一边倒 这些日本军 之前都在地域班里面进生活战斗 那就好像是得到了大射令一样 在四处逃仓 万名士兵发动反攻 梅奥联军到底用何手段 将新几内亚战场 变为日军的末日梦魇 为他们的后绩鼓起 跟不上 没有吃的 也没有什么好的医疗条件 所以饿得这个 可以说是皮包骨头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澳大利亚极其可危 乌合之众一马当先 面对兵临城下的日军 到底有无退敌良方 但是布莱恩觉得 日本兵再傻也不会傻到 翻页奥恩斯坦尼这个山脉 因为这个山脉太难走了 所以他只派了七十多个人 去守这个格格大机场 战争初期 日军占据优势 怪异之举成为战争胜负手 本已占尽优势的日军 为何突然失去理智 如果我拿下了瓜岛 我再来打摩尔茨比 也不迟 所以他就命令 进攻摩尔茨比的 这个日本人就撤回来 但是最终两头都没有落 日军战略全部失败 美国最终坐收大礼 日本最终的实力 是否真的无法避免 沙场推出被遗忘的 战争转折点正在播出 1943年的1月 从海上开辟新战线的做法 已经功败垂成 登陆部队也在柯格达遭遇了惨败 日军心急吃下了热豆腐 最终导致一场 原本信心十足的突袭战 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更加令日军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大本营竟然也实现了 米尔恩湾战役的胜利 让澳军重拾信心 而刮倒的惨败 更是给进攻 莫尔兹比港的日军 敲响了丧钟 到了1942年年底 此时日军已经被逼退到了布纳村 而源源不断的美军部队 也抵达了这里 看上去日军已经在劫难逃 迈克阿瑟打算让美军士兵 替换下疲惫的澳洲军团 但却遭到了布兰梅的反对 他坚持与美军一同进攻布纳村 最终 澳军发动了对防御严密的 布纳机场地区的攻击 12月中旬 澳军装甲团的8辆M3 斯图尔特轻型坦克 和第18旅的两个营陆续到达 新的进攻在18日开始 计划以物产协同 首先突破日军紧靠海滩的左翼防线 再向西横扫日军纵身 M3坦克碾过欠毫 在近距离用37毫米炮 将日军火力点一个个敲掉 日军完全没有料到坦克的出现 仅一个小时防线即被突破 被迫袭撤 一天下来 负责主攻的澳军 第二和第九营伤亡160人 他们虽然损失了两辆坦克 但取得了重大进展 使日军防线侧翼完全暴露 在澳军凌厉的攻势之下 负责防守的山本大佐不得不放弃机场新跑道 撤到几百米之外的旧跑道 试图凭借数道欠毫防线 和在空气中保存下来的76毫米高炮继续顽抗 澳军对这些高炮的存在并不知情 结果在24日的战斗中再次被击毁两辆坦克 其余的坦克被迫暂时退出战斗 但这些高炮很快就耗尽了有限的弹药 加上澳军迂回到机场的侧后方 日军除了撤退也无他途 战至28日 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基本被粉碎 澳军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机场 抽掉了兵力之后 在布纳的日军 他的末日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了 另外从另一方面来讲 当时澳大利亚的军队也是疲惠不堪的 但是这时候他们的指挥官布莱梅却做出了一个决定 坚持让他的军队和美军继续作战 他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个决定不仅仅是他做的 而是他的顶头上司麦卡瑟做的 当时麦卡瑟给澳大利亚部队和美国部队的指示 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因为麦卡瑟太需要这场胜利了 因为麦卡瑟吃过日本人的大亏 受过奇耻大输 被日本人赶出了菲律宾 所以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我还要回来的 就要回到菲律宾 要从澳大利亚反攻 日本要打回菲律宾 这个时候 赢得了对科科达的战役的胜利之后 那么一将慎勇追求过 要趁势把日本人赶下海去 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 而同时日本人这个时候 开始发现布拉这个地方 战略地很重要 特别是在寡岛战役失败之后 他们认为布拉这个地方 应该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 那就是一场苦战血战 所以麦卡瑟和布莱明 就要求自己的部队 不顾任何的疲劳 不顾任何的这种障碍 都要进攻在布拉格拉的日军 其实当时在布拉的日军 自己也知道 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他们还是做了一个垂死挣扎 开始了无谓的反抗 我们继续往下看 面对盟军的进攻 布拉日军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日军已被压缩至东西部署2000米的海岸 尽管拼死抵抗 仍无法阻挡盟军的进攻 1943年元旦 盟军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 由6辆坦克引导 对布拉发动最后的进攻 次日粉碎日军防御 布拉日军濒临决境 一部分日军适合在夜间 从海上求助逃生 但天明之后 都成为盟军飞机的火把子 布拉方面日军 最高指挥官山本大佐和安田大佐 双双剖腹自杀 2500名日本守军 除190人逃脱 50人被俘之外 其余全部战亡 随着戈纳 布拉的相继陷落 其余盘踞在萨纳南达的日军 他们的日子也屈指可数 而面对如此绝境 指挥官山县丽花少将 做出了一个在日本军界 堪称离京叛道的做法 发动亡命突击 到了20日 所有能够行动的日军 全部放弃阵地 利用叶瑟和丛林向西突围 但可惜的是 经过数天的激烈战斗 日军只有不到1000人逃脱 至22日 盟军完全控制了萨纳南达 俘虏了200名 已经饿得 奄奄一息的日本士兵 夏老师我们注意到 实际上这支日本部队 尽管跟美澳联军 进行了殊死一搏 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 坚守在这里 等待援兵的到来 而是选择了突围 那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为什么他们做出 这样的选择 美国部队和澳大利亚部队 进行了绞肉机式的 这种死杀 可以说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 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当然日本兵也是到了穷途末路 因为他们的后勤补给 跟不上 没有吃的 也没有什么好的饮料条件 所以饿得可以说是皮包骨头 到最后什么粮食都没有了 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 最终这个日本大本营一看 实在是不行了 本来要求这个援兵过来的 你没有援兵你坚守不住这些地方 那么日本大本营开始说 我要把援兵过来 但是始终派拍不来 最终日本大本营决定 放弃这个西极地方 然后放弃这个巴布列亚 兴吉利亚 要撤到其他地方去 于是下令这支部队开始投尾 那么有了突围的命之后 这些日本兵之前都在地盘里面 进行生活战斗 那就好像是得到了大射令一样 那四处套餐 能活命的就活命 所以在这次这个撤退过程中 很多日本兵就不像传统的那样 还进行剖腹自杀 还搞这种武士道精神 而是顾自己的性命为上 而且我们说这个亡命突围 似乎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 日本在二战当中 最终将走向失败 那么此役结束之后 很多的历史学家都评论说 这场战役可以认为是 太平洋战场当中的一个转折点 具体情况 短片去看一下 与同期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阿拉曼战役和瓜岛战役相比 巴布亚战役通常被人们所遗忘 但它的意义却不容忽视 这一次战役对美军和澳大利亚的意义 不亚于中途岛对美国海军 和瓜岛对海军陆战队的意义 这是美国陆军与澳大利亚军队 在太平洋战场的第一个胜仗 尽管同瓜岛阵亡1600人相比 巴布亚3000人的牺牲可谓代价高昂 但它遏制了日军南下的企图 为盟军反攻提供了必要的前进基地 而且得到了宝贵的丛林战经验 为此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布纳 盟军第一次遭遇 并摧毁了日军坚固的设防阵地 这基本上也是以后历次战役的模式 不过 据历史学家分析 日军其实有机会 取得此次战役的胜利 早在1942年初 日军便开始计划入侵澳洲 但5月的珊瑚海海战 阻碍了日军以登陆战夺取 摩尔兹比港的第一次尝试 一个月之后 日军在中途岛战役损失多艘航空母舰 进一步削弱了日军 在南太平洋发动大型登陆战的可能性 于是改由陆上进攻摩尔兹比港 而如果日军没有这些接二连三的时代 在2月就执行进攻计划 大有可能在进乎无抵抗下成功 夏老师我们注意到 尽管这场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不多 包括史学界也有其他的人认为 那么可能其他战役才是太平洋战场当中的转折点 但是也有不少的史学家认为 这场战役恰恰是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 对于这样的问题您怎么看 我们说在主流的历史学家看来 太平洋战场上的转折点 根本的转折点 应该是在中途岛战役 因为太平洋战场的决定权 主要是在海上 谁拥有了制海权 谁就能左右整个太平洋战场 但是摩尔兹比战役 也就是在新吉雷亚这个方向上的战役 是对整个南太平洋上的战场的局势 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它流转了盟军和日军之间的这种力量的对比 通过摩尔兹比战役 盟军掌握了南太平洋上的控制权 因为拥有了摩尔兹比 就使得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线得到了保障 那么美国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澳大利亚 作为一个反攻日本的一个基地 所以后来我们看 麦卡斯就是沿着西南太平洋方向 直接进攻日本的 所以从西南太平洋方向来说 摩尔兹比战役可以说是太平洋战场上的一个转折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一个假设 如果说当时日军不进行这个珊瑚岛海战 或者是中途岛战役的话 那么1942年2月重兵压制摩尔兹比港这个位置 那么很有可能摩尔兹比港就被他拿下了 但是日军错失了良机 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假设 我觉得这个假设可能不是太沉溺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知道在太平洋战争中 日本的战略就是南京战略 也就是说摩尔兹比港 在整个的南京战略中 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它是一个枢榴 所以日本人一直非常看重拿下摩尔兹比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 日本应该说是掌握了太平洋上的制海权 掌握制海权之后 它就准备南京 所以南京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在澳大利亚方向 为此它就要进攻纳包尔啊 这个摩尔兹比这个地方 但是要进攻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拥有制海权 要先摧毁在附近的海面上的这个盟军的舰船 所以这也就有了珊瑚海海战 所以它就转个头来 发动了中途岛战役 那么中途岛战役就是要歼灭美国的太平洋战队 因为没有歼灭了美国太平洋战队 在中途岛失败 所以就导致它的海上力量大被削弱 也就不可能在摩尔兹比港这个方向 实施大规模的登陆 所以摩尔兹比战役也就不可能获得胜利 所以它的几个这个方向上的这个战役啊 都是息息相关的一环扣一环 简单的说 如果在1942年它直接进攻摩尔兹比 它就能拿下 在这当时也是不太现实的 科科达小径的战场是惨烈的 但澳大利亚军队却克服了种种困难 在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 成功拖出了日军进攻莫尔兹比港的步伐 他们的胜利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国家 也为之后盟军反攻日本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最终为整个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